長城汽車峰迴路轉的人生 2021年帶來一個終極的急升 但急升過後 現在回調也有十多元的幅度 到底這隻大上大落的股票轉有沒有炒作空間 或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呢? 大家好 歡迎來到iFastman投資進階系列 我是章Sir 我們iFastman這個頻道會為大家提供的最貼事的投資分析和教學 你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歡迎現在訂閱我們的頻道 亦按下你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片你就可以馬上看到了 今天如標題所說 就是長城汽車這隻股份 其實要認識這隻股份 我們要先從它歷史的人生階梯去理解 你才更加了解到它往後的價格的變化 特別是這類型的股份 你看到2020年3-4元邊充到32元 暗地裡其實你捉到一個很漂亮的機會是八倍股 但你摸頂買了你亦痛到入心入肺 所以其實這一類危機並存的股份 我們更加需要理解 因為你玩得好它就是你的鳳凰 玩得不好它就是你的地獄 好了這隻股份如果我們形容騰訊、Microsoft、Google 這些公司是個一帆風訊的商人 這種人就是長城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就是一個大上大落的企業家 即是你破產兩次突然很有錢 突然間又不行 長城你給我們形容是一間這樣的公司 首先我們去看看 其實你看到它的第一段升浪就是我滑鼠指著 由2013至2015年的第一個升浪 就是因為它當時推出了一部車 叫哈佛 我們現在滑鼠指著這堆 你看到這堆哈佛的車型 在當年大受歡迎 又長城一個不是很多人認識的牌子 因為哈佛的系列令到很多人認識 而當中大賣的款式有兩種 一種就是現在出了很多的第二代 國潮版 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H6 這是第一個很受歡迎的牌子 而第二個就是H2 但是暫時已經不再重點推銷對象 因此這兩款車大賣 令到長城挖起了一段比較好的走勢 但往後為什麼跌得比較多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大時代令它下跌 但如果你說基本面的原因 就不僅是這麼少 因為你看到由2015至2020年 是完全不會升的 有這麼長的時間 你和基本面的關係就一定是比較大 核心原因就是 雖然哈佛賣得很好 而這幾年確實都賣得很好 問題就是哈佛賣得太好了 同一種車款你會舊的 TESA也推出了Model X、Model S 然後又推出Model 3、Model Y 越推出越多 你永遠賣Model S、Model X 你試試賣一兩年就可以 你賣幾年就可以 你試試賣三十年 這樣還會舊的 所以全賽的所有車企都是一樣 你會越出越新 你會不斷地出新車 如果你盡量靠一架H6 或者停產了H2 去支撐整間長城 是不足夠的 因此他們重金打造了一款新系列的新車 現在都盡量 但銷量確實是非常一般 它的重金其實是包括幾樣東西 你看到WEY就是現在還有的車款 就是這幾種 包括VV5、VV6、VV7 而VV7已經是電動車的概念 但是是混合動能 即是有汽油 加上電力的車型 那為什麼WEY的系列是失敗的呢 第一件事 它放了很多研發費用 就是在這部車上 因為H6、哈佛系列 它的格式不太多 因此其實在2015、2016年 近乎所有研發費用都是WEY的系列 但你看到這系列確實不太如預期 我們按進去看看 你就明白我說什麼了 VV5是比較早推出的 你看到它不是太如預期 第一 你看到它其實是一個我們稱為SUV的車款 偏向越野車的車款 但是一來如果你說重金萬眾期待 去製造一個我們現在看到是相對平實的SUV 外形又坦白來說就不是特別吸引 品牌本身就要更多努力去成為一個知名的大品牌 在這麼多因素加起來 其實這件事的重金就不太值了 第二件事 其實長城擺放在WEY系列 無論是廣告費、展銷費、銷售費等等 相關的成本是很高的 高到怎樣呢 高到產了2018年整年利潤的一半 但是銷量最後其實是 新車一推又不是很爆款 往後的增長又很慢 特別現在你的長城都是逐漸放棄 WEY這個重力打造品牌 因此在整個戰略失敗之下 甚至當時長城整個營運 盡是靠哈佛我們剛剛的H6那一架車型 這間公司的發展確實是比較一般 而且當年某些車已經停產了 就是這架WEY P8 當年我記憶猶新 我特地去搜尋車型是怎樣 哇大哥你這架這麼噁心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噁心 即是審美觀這家事見仁見智 你覺得美不美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但我自己真的覺得很噁心 即是不太知道這麼大的東西想怎樣 我真的不太知道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架車的戰略有點差 而且你相對之下WEY比哈佛又好像不太好看 這是當年為何長城經歷了 由2017年尾到2020年頭 大概三年的時間 一段這麼軟弱的浪 就是這個原因 在去年整間公司炒氣 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當然是藉由電動車 EV的概念 令整間長城汽車好像翻山 但實際上 它更加重心 就是有一個新車型 你依靠WEY就不行了 你現在的H6盡量主導了長城很多的銷量 我們看它銷售快報 你就看到整個品牌的效果在哪裡 首先就是 你看到哈佛單月賣了6萬7千架 你要知道 它全個月賣了11萬架 哈佛佔了6萬7千架 所以就算過了這麼多年 這個傳統的燃油汽車 特別以哈佛H6為主 仍然都是長城的主要命物 但是單靠一個老舊的品牌 再加上你不要看它同比上升 它是對比疫情的時候 是4萬架之後同比上升 你對比2019年 哈佛盡買差了一點 所以其實 你看到這一架車 就一定是慢慢走去這個直仰 而我們剛剛提到的WEY品牌 其實你看到單月銷售只有8千架 你已經出了幾年了 你只有8千架就算了吧 但是 令到長城起死回生 就多了兩個新品牌 都是最近才推出的 一個是OUTLINE 即是長城旗下的電動車品牌 其實賣得相當不錯 非常爆款 二個新出的品牌買到13000架 而另一個黑馬的突擊之君 就是長城皮卡 今個月賣到22000架 就是這兩個全新的品牌 令到人們覺得 長城原來有新品牌 而且好像細圖也相當不錯 就算WEY不行 那是不是其實就是長城皮卡 和OUTLINE 有機會取代到 未來哈佛的地位 令到長城汽車這間公司 身心不惜呢 我們也可以看看車型 一般來說 就有幾種OUTLINE 包括好貓 白貓 黑貓 基本上都是電動車 其中有一架 就相對復古一點 名字我都忘記了 總之是這幾架類型的新車 主要它的賣點 當然是電動車 外形方面 看上去都是相對一般 這架相對是偏向橋車型等等 這架是偏向中大型的車輛 基於電動車的這個噱頭 再加上可能會受到國策的影響 第二件事就是 電動車的這個噱頭 本身又容易吸引到消費者 所以這個類型可能後面 會持續有一個不錯的銷量 第三個就是長城皮卡 其實什麼皮卡就是這些 你看照片都知道 後面有東西可以給你裝貨 這些是相對貨貨二三四線城市的銷量比較多 我們看到長城皮卡的戰略都不錯 還有一點值得期待的 就是未正式開售的坦克系列 坦克是長城新有的獨立品牌 即是它不是歸無公司管的 但它是長城就持有的 而這個品牌就是它會獨立營運 去做一個新品牌 我不知道 可能它找了一個獨立CEO 去管理這個品牌 整個車是偏向…我不知道叫什麼 叫裝甲車 月夜SUV 簡單來說 即是在SUV之外有裝甲車的感覺 所以這一類的車輛… 未來的銷售狀況暫時不知道 但我們看到長城最近的新器 是明顯被WEY伸出的時代 就好很多了 特別是上年電動車走得這麼漂亮 因此我們看到長城基本面一定的改善 更加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 咦?它基本面比較改善 但20元這個價格是否一個好的價格呢? 在說之前給我30秒介紹一個福利給大家 福利就是我們將於5月8日星期六的夜晚9時到10時半 舉辦一個免費的講座 這個講座會在Zoom舉行 主題就是近來很多新經濟股 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和回調 近來的市場偏向上落一些 在調整整顧過後 有沒有哪些股票值得我們關注和慢慢收納呢? 是否重新給我們多次機會買一些真正好的股票呢? 如果你想知道我對未來股市的看法的話 歡迎填寫我們下面的方法 填真實的email和電話 我們就可以聯絡你們如何進入這個講座 好了 我們回來了 第一件事就是… 長城這樣升一定不是傳統車企的升浪 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間傳統的車企比你多好 都不是這樣升 所以它這樣升得就是在玩上年 一個很大型的電動車概念 但坦白說 我先說結論 我覺得長城不是特別值得吸納的股份 哪怕你20元 就算你15元 我都覺得未必是特別值得吸納的股份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都認知一下電動車這個板塊是有炒的空間 但在現在我們的Pattern看到 特別以美股 你見是永遠遠先廣股的Pattern裡面 我們看到最大型的電動車股會受市場比較歡迎 例如Tesla 你看到它就算跌也不是跌很多 你高位炒下來也會彈回一半的跌浪的幅度 另外一隻 蔚來汽車NEO 亦是跌的力度相對是輕手很多 你高位64 都跌得多了 跌了36 但你也彈回41 反過來如果你買一些再小型的 即是在市場上不止是電動車要生存多久的公司 就難說了 因為你看回XPEV的話 你相對下跌浪是痛很多 你高低位跌超過一半 你再看再看世間DD的理想汽車 是斬得更加凶狠的 你高位到47元 現在跌到剩下20元 而且你見到彈的力度也是很差的 因此我們看到 其實在電動車買一些過分世間的企業 就算行業噱頭是有得炒的 一間小企業可否長期佔據市場 而且不被人吞併呢 這是市場很擔憂的地方 因此長城 你看看港股 中國的市場 你連比亞特都比不上 或者你明顯差這麼遠 長城未必防守力特別高 而且美股已經是 永遠都先先港股一點 LXPEV都跌到這樣 你長城一隻是不是這麼硬正 站得這麼久 這是我們很擔憂的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要我選擇 我會選擇另外一間 中國自主品牌 175吉里汽車 兩間公司都有電動車概念 而且兩間都是中國自主品牌 即不是跟Toyota、Honda合營的公司 這兩間都不是 吉里逐步慢慢轉為 所謂SCA的浩漢框架 慢慢由傳統車轉型到電動車 但吉里的傳統車的銷量 一來對比長城的哈佛系列 是好很多的 他的帝豪系列是很久的 而且銷量也很高很多 吉里的新車型 幾何、星稅等等 銷量是不給長城的電動車差的 直接對比 吉里在中國自主品牌 市佔率排第二 長城市佔率排第四 如果你看到吉里 賣車總共賣了幾千 有921億人民幣 這是吉里賣到的數量 而且更加優勢的點 其實你看過往幾年的營業額 我們會看到吉里處於上升階梯 亦在國內的品牌力 有機會相對長城更加好 這次兩間公司對比之下 長城無論以營利能力或品牌力 都相對吉里未必特別優質 更何況長城近發市佔率 相對停滯不前 吉里市佔率一直攀升的階段 現在僅次於長安汽車排 中國自主品牌第二 我們對比一下現在兩間公司市值方面 吉里里的發行股數是98億 98億對付20港幣 大概2000多億 2000億鬆一點的港幣 而長城汽車如果用港股價格 去計算它的總股本 現在是20港幣 兩間公司的股價差不多 而有91億 你計算20元 成91億 大概是1800億的市值 或者是接近2000億的市值 因為我沒有計算的小數點 兩間公司暫時的市值差不多 現在吉里汽車的營利能力 一來相對比較高 二來品牌相對比較高 有可能吉里的擴跌能力 或者未來的穩健程度 會相對長城汽車比較優越 此次你讓我選擇 長城除非你再回都是相對比較多的幅度 否則短期內我個人未必考慮 但我的目光就繼續注視吉里汽車 但第二件事長城是否完全沒有好處 不是的 有第二件事可以令長城跑贏吉里 或者是那段時間跑贏的幅度很多 特點是甚麼呢 長城其實有A股 Number是601633 長城汽車的A股 第一件事就是 長城的A股是比H股貴一倍的 A股的價值比港股H股貴一倍 就是因為這個一倍的幅度 一來大家都接受 就是你這些H股的幅度是近乎不會修正的 你不用想港股貴一倍 但第二個角度是甚麼呢 就是萬一市很強的 你這麼大H股日價 就有分別了 你的市特別強的話 是有機會令港股的幅度追回A股 或者A股炒風、農資金特別強的時候 你H股要跟著A股 可能有機會一起升 這樣就可以令到大牛市的途中 短期的爆炸力相對比較強 但是問心而言 你問我的話 長城汽車升到這樣 我覺得有點過火 第二件事就是 你現在很明顯 你跟三、四個月前比 你的資金次熱度低了那麼多的話 我個人依然是不會選擇長城的 好了 今天對長城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歡迎like 影片 以及subscribe 你的頻道 亦可以留言說一下 一來你覺得P8是否帥氣 第二件事有任何問題 你也可以問問我 好 今天的內容先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